Len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no 今天要來看瑪莉人對賞日本人 那這場比賽是賽事精選的 那昨天凌晨比穩的比賽 我剛好有看到這個RP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場比賽吧 好 那這一次黑拉選擇到的是日本人 那AECC選的是瑪莉 那日本人在這張地圖來說的優勢 最大優勢就是這個伐木場跟模仿都是半價的 所以這一開始的這個地圖 是分成三個區域 那一開始要選擇一個地方蓋TC 那剛好呢 這場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 你要自己選擇蓋TC的地方 結果AECCM跟黑拉 兩位頂尖玩家 都蓋在了同一個區域的裡面 那就代表說這邊會變成一個超級大決戰 那其他兩邊都要到城堡時代之後 村民有存活下來 才可以蓋一下TC 然後開始農 那這邊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村民是...不知道是不是顯示Bug 這個應該不是石頭吧 還是它其實真的就是模仿 然後裡面石頭跟魚重疊在一起 我不太確定喔 看起來是有啦 這個有一個龜龜在裡面喔 我有看到這個裡面有個 香龜 這個香龜可以在石頭裡面老 我就覺得這畫面蠻奇怪的 那時候在觀戰的時候想說 這個是不是Bug 想一想好像不太對了 好 那兩邊呢 ACCM跟黑拉 都是選擇了模仿開 這邊黑拉想要搞事啊 直接開始圍起來 那這裡要圍完整的話 這裡待會裡面還要再敲個木槍 把這個村民圍住才行 不然其實這個ACCM還是會即時發現的 好那這個地圖呢 到處也是有這個野生動物可以吃喔 像大象啊 駝鳥 還有這個羊啊 那這邊 我不知道什麼他們 的行動線這麼的一致喔 兩邊都是撈香龜來吃 然後 然後下面都是蓋法牧場 這個蠻神奇的 這個應該是沒有講好的吧 兩邊都是在同個地區做同樣的事情 這場比賽真的是心有離心一點頭 很有趣喔 還是其實這個模式是只能在相對地點 然後蓋下 仿木場跟模仿 應該沒這個規定吧 C帝國應該沒有這麼複雜的規定才是 好 那ACCM這邊看傻眼了 哇這邊居然把我給圍起來 嘿拉這邊果然 黑暗時代就開稿 直接圍了一個 房子 但這邊就說嘛 這裡沒有圍木牆 他還是可以走出來的 那這裡就為尷尬了 欸 但ACCM這邊受不了 直接下了一個軍營 想離開 黑拉的這個視野喔 不想讓他知道自己有下一個軍營喔 但他這個時候肯定是沒有看到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黑拉的視野 好 完全沒有看到 在這個邊邊角角 好 那待會他應該就知道自己要出大事了 好棒棒開局 好 那家裡的部分喔 很穩定的TC開一下之後 這個野豬喔 也在吃 那這張地圖喔 中間其實蠻小的喔 很快就可以灌完了 好 但路其實還蠻多的喔 你看這個路總共有 四 四 這裡有四 總共十六隻路 所以這張地圖其實選什麼日本啊 之類的喔 也還算不錯的 這個路量 漏給的是蠻多的 而且中間這裡還有很多 剛剛還有斑馬 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張地圖去選魔谷 也不賴 但日本的一個優勢喔 就是前期的採礦地這些喔 投資成本較低 比較可以大規模的 去安心下這個伐木場 跟模仿 好 這邊看到兩隻棒棒過來 直接把這裡圍死 棒棒 可以直接開尻 那這邊棒棒喔 可以選擇 模仿喔 或者是木牆去打 那木牆的防禦率會稍微高一點點喔 進防有二喔 但模仿的話是 只有遠防 7加0 好 所以棒棒尻一下是4滴血 沒錯 好 這邊果然是來優先尻 房子喔 那黑暗時代的防走 是 負二防的喔 進防負二 所以靠一下是6滴血 好 很明顯喔 這靠一滴是6滴 因為他這邊4攻 那這邊 ACC喔 打的還算是挺細節的喔 並沒有這麼傻傻去敲木牆 欸 結果直接抓到 Kera出來的一瞬間 然後再把他的村民靠殘血 這一村可能要 數了 好 能圍得起來嗎 哇沒辦法直接關本獸 把ACCN這隻棒棒扣得很精銳 還想圍 沒辦法直接被打爆 好 這邊迅速點掉這些木牆 不然可能會被敲掉 可以回收一點資源 好 那黑暗這邊雖然被換掉了一村喔 蠻傷的 但這邊已經上到封建時代了 那下方這個區域 ACCN會怎麼打呢 兩方都在差不多十件時候 村民都突然不伐木了 馬上補下自己的 採礦銀地 那順帶一條 這個地區的 全部都是肉 但其他地區的話 這邊是有木頭 跟黃金 跟礦局 那上方也是喔 好 那ACCN這邊又抓到一個 很精彩的實際點 嗚 這邊直接圍起來 哇 這個很秀啊 當然這邊是自己的房子 還是可以滴走 這邊趕快再圍一下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要跑嗎要跑嗎 好 這個木牆圍得很快速 但來不及 敲好 9滴鞋 而且這個鞋肉有點殘喔 兩邊的村民都拿這個拳套來扁 OK 好 ACCN很有可能 可以再拿一村的優勢了 好 這邊再蓋一個木牆 想要把自己圍起來 有機會嗎 沒有 ACCN瞬間走了一個位 好 但是上到封建時代的黑拉 並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騷擾對手 但是上方加力喔 已經蓋出了一個軍營喔 棒棒已經出去前去騷擾 那日本的步兵在前期是非常強的喔 尤其是在這封建時代喔 封建時代之後喔 就有這個步兵33%的攻速加成 所以這個棒棒喔 尻起來是非常痛的 最好是趕快也要點這個裝甲步兵了 那他這邊先是投資了 三隻棒棒先騷擾 待會才會上這個裝甲步兵 好 那下面這邊再玩一個浪漫追逐戰 走了非常一段距離喔 黑拉終於把對手 ACCN的村民關在這邊圓養 直接圓對手村民 太狠了 好 另外一隻村民趕快前來支援 能第一時間把黑拉的村民給收掉嗎 好 好 那黑拉這邊喔 還蠻打的沒有那麼的激進喔 裝甲步兵沒有先上喔 反正是先下這個雙面斧 讓自己經濟再更好一點喔 那ACCN雖然比較晚上封建時代喔 但他這邊經濟還蠻不錯的喔 待會可以直接考慮一下這個馬舅 好 出馬舅跟對手打也不錯 好 肉量其實還蠻多的 那其實這個比賽我只有看開局喔 就是看到這三個區域蠻有趣的 但我不知道結果喔 那我覺得這場不錯喔 就來跟大家看一下這場比賽 好 那下方這邊村民殘血 但是 ACCN村民沒有直接過來抓 而是下射箭場 好 兩邊都是一個射箭場開局 但是ACCN這邊是比較快一點的 黑拉的射箭場可能會慢一些 那這裡比較尷尬的是喔 黑拉如果中間這邊打樹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斷金喔 因為他上方這邊 基本上村民 欸 已經被收掉了欸 欸 他村民已經沒 哈哈 OK 哇 這邊已經拿到了一些村民上的優勢了 這兩隻棒棒做到應有的價值 黑拉的村民已經躺在地上抽了 好 那黃金的部分喔 是由ACCN拿下優勢 那黑拉現在只有一個村民喔 在做挖礦動作 那如果這一張地圖你要獲取黃金跟石頭的話 你是需要挖破這個 樹木的喔 然後過去喔 才有可能 去獲得黃金喔 去做反擊對手動作 那這邊黃金其實也不多喔 只有800 800 黃金使用量算蠻少的 那瑪莉這個特性喔 就是黃金礦可以多挖一點喔 挖久一點 對這張地圖來說 瑪莉的發展來說 還算不錯的 好 這邊利用一個視野的死角 這邊黑拉應該是沒有看到對手 正在蓋箭塔 來看一下黑拉的視角 欸 有看到喔 這邊有啊 這邊有房子 我也是她的 這邊看到出來 這邊閃光一定也是有視角 只是沒有第一時間看到 這邊想要把自己圍起來 但是沒有辦法了 後面已經有毛兵跟工兵出來再輸出 這邊工兵應該是難逃一死喔 好 後方村民想要第一時間收掉 工兵追逐應該能收掉 問題不大 那黑拉的村民這一隻也是死了 哇 那右邊這隻村民如果再被收掉的話 黑拉是會完全斷金的 哇 直接斷金了 好 那這隻村民也倒了 等上方目前馬力 有這個挖金礦的優勢喔 這個黃金挖的很慢 慢慢獲取 那中間這邊戰線呢 這邊ACC 只要在這個TC附近苟住喔 只要讓大量村民 挖破這個墓區喔 就可以順利進去做採礦的動作了 好 下方這邊想要蓋一個箭塔 這根箭塔 算是她最後的希望了 要是她沒辦法從這邊挖出去的話 挖出去這個地區的話 她肯定是會斷軍斷到生活無法治理的 但是可能連城堡時代都很難上喔 那現在勢必喔 因為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黑拉這邊要上城堡時代 一定只能靠買賣了喔 搞定蓋下個市集喔 去買賣一下 那這邊村民也是抓到蠻多 至少兩村喔 那這個地上屍體就知道了 好 那黑拉就去利用自己的軍事優勢喔 去打獵 那打獵的話可以考慮來中間這邊打 甚至上面喔 這個ACCN上方領地去打得也不錯 那中間地區喔 基本上是沒什麼太多兵力 欸這邊有點村民失誤走得出來 因為這邊果子輸完了 想要吃附近的果子喔 結果直接被抓了個正著喔 直接被收掉一村 哎呀 ACCN這邊也是損失慘重 好 那黑拉這邊有一些工兵跟毛兵喔 但毛兵的數量還是比較多一點喔 這邊想要做個夾擊的部分 雙方工兵直接第一時間被集火 那黑拉的工兵只剩一隻喔 這一隻工兵要好好保存起來 好這邊黑拉直接買賣一波 準備送到城堡時代 但是沒有黃金的黑拉要怎麼打這一場比賽 就是有點考驗他的這個經濟配置喔 還有如何快速挖穿這個牧區喔 這個重點喔 好這邊想要用毛兵拖一點時間 並沒有想要跟對方打 欸這邊這個回頭打得不錯 但ACCN第一時間也是集火掉了一隻毛兵 好那目前看起來很明顯喔 自己的毛兵數量是劣勢的 這裡要趕快把對方的工兵收掉 就沒問題了 OK工兵全倒光 場上都只剩毛兵而已 好這邊全都不空 直接原地站欸 好上方看有沒有再去偷打獵 但是沒有 直接把上面圍死了 好那黑拉這邊有肉量優勢的關係喔 所以馬上點下這個品種跟城堡時代 ACCN這邊由於沒辦法專心的吃野味喔 這個鹿肉啊跟果子的關係喔 逼迫被自己灑田喔 那灑田的結果呢 就會讓他自己的經濟很差 很難上到城堡時代喔 肉類的獲取量一定會比黑拉少了一些些 應該到現在還在吃野味喔 他一片田都不用灑 就可以點城堡時代 還可以點下品種跟這些肉馬 就知道這個野味喔 多麼重要 那在打阿拉伯的時候 我覺得趕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細節喔 基本上你會趕路的話 你應該就是1200分以上的玩家喔 因為基礎經濟會比對手好 上時代通常會有點多事喔 我覺得這也是士帝力國比較 詬病的地方嘛 就是細節操作太多了 連黑暗時代就要開始在那邊趕路 真的是很勸對新手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一點喔 我覺得士帝力國後期可以改一下喔 就是可以變得比較趕路這樣子喔 或者變成路完全不能趕 要趕路的話就要自己遠程去採肉 或者是直接在附近插魔法 這樣做法 雖然我覺得趕路這個設定 算是一個技巧性的指令阿 就是一個小細節 但這樣會勸退太多新手 不然還是會比較 希望喔 這個遊戲有更多新手加入喔 而不是只有我們這些老屁股在玩 畢竟子山老屁股的話 就很像現在的魔獸爭霸一樣喔 這個 魔獸爭霸都是老人在玩 並沒有太多新人加入 所以我覺得 還有新海爭霸也是喔 我覺得這個門檻阿 還是不要這麼高比較好 雖然士帝力國的門檻上下線喔 還是蠻高的 但第一點的話 對大家都是一件不錯的發展 好 那黑拉這邊是選擇了BK高地喔 蓋下了頭車 那他這邊黃金呢 全部都是透過買賣喔 那他經濟本身是還不錯喔 雖然沒有金礦可以挖 那這邊很 很阻止 黑拉這邊出去挖金礦喔 非常針對 但後方其實快挖穿了 所以黑拉還是可以到後方喔 這邊還是有金礦可以挖的 並不用那麼執著去左邊挖 但如果左邊也能挖也是不錯的 好 黑拉這邊要嘗試強攻進去了 這邊投射可能要多安一點喔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好 這邊還有升級新奇兵 那我覺得日本的青奇兵有一點不錯的事 雖然他沒有三反喔 也沒有大陸馬 至少他有品種 好 這邊有毒口 所以沒有辦法過去對面的區域 聰明 過來直接扁個一波 TC砍得很痛 哇 這個射箭射非常多血量喔 可以應該可以再收一隻 呦 差點收掉 好 投射車繼續再輸出 血量來到了一半 但是也是順利到了城堡時代 那第一時間補下自己馬舅這個駱駝 他也在生產 那他駱駝是不是在後方 好怪 在後方 那待會這個牧牆要點掉 就可以來即時制止黑拉 繼續採自己的TC了 那這邊趕快補下常用病升級會比較好 就是按更多斗力喔 因為待會駱駝肯定會很煩 現在這邊下的書道院會很麻煩 沒有黃金 所以你這邊下的話 要硬按一隻生侶的話 一定要靠買賣喔 哇靠直接賣了兩百木頭 這麼狠 連TC都不想開了 反正他也開不了喔 只有七十五石頭而已 好 這邊棒棒受不了 直接過來想要尻個 頭車 心理一下這個 肉馬 好轉移 這個東升級西 升東級西 升東級 好 這邊頭車應該沒救喔 兩台直接爆開 哇 駱駝加騎士的組合 硬上還是很好打了 好 黑拉這一波進攻 宣告失敗了 黃金趕快要去拿 但現在這邊不知道 下面馬上就有黃金可以挖了 這個就是地圖全開 跟地圖沒有全開的一個差別喔 好這邊這邊按了一隻生侶 然後直接招響掉對手一隻騎士 但這邊沒有招駱駝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喔 通常這個時候是要先抓駱駝比較好 駱駝可以counter對方騎士喔 比較能防守下 那這邊頭車我勢必不會再繼續按了 對方騎士這麼多的情況 應該有可能喔 會慢慢先轉出自己的重裝成槍兵喔 做一個防守 然後把自己加圍死喔 待會這邊動喔 還是要圍一下會比較好 好 兵員被騎士到竟然亂個一波喔 會很麻煩 好 這邊終於找到了一塊金礦去 黑拉終於可以順利的去挖金礦 但這邊有一隻天空蟲在追 這有隻村民還是沒有看到金礦 哇金礦完全完美躲過 好 長槍兵在等待黃金的攻擊 帶黃金再補一點 就可以補下這個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就會沒問題了 日本的長槍兵打這個騎士效果是非常好的 錯的速度超快的 那我個人認為喔 日本的級兵喔 對上馬的單位來說是傷害最高的 真的增加攻速這件事情喔 真的是蠻扯的 每一隻都是133%的攻速喔 超級快 比一般的級兵還過多33% 真的很扯 因為你要想喔 這個長槍兵攻擊速度版就很快了 那他的攻擊Delay只有0.5而已 非常噁心啊 好我們來看騎士喔 騎士的攻擊Delay是0.7喔 看這個0.2的攻速差距喔 其實就差距蠻大的 這邊招個一波 好直接招到 水喔 哇直接招駱駝 OK細節有做到 看這麼多騎士硬要招駱駝 這個就是細節上的處理喔 高手跟一般人的細節處理不太一樣 好 果然瑪莎補下了這個重裝長槍兵 OK 這邊勝率也是給救手壓力 但黑亞這邊壓力比較小 他自己是輕騎兵喔 輕騎兵本身是counter這個對方的勝率的 就像被招也不會那麼有壓力喔 因為很快就可以拉走 而且有抗招響能力 基本上被招走的可能性偏低 所以這邊可以一直瘋狂的 判對手試探 但如果現在要跟 想要跟對方打起來的話 現在要趕快去補下更多的長槍兵喔 還有自己BK二岸投車喔 才可以 那如果沒有要想逼對手B站的話 自己可能趕快開下TC比較好 對 就像這樣子 直接開TC 為什麼趕快開TC 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現在跟他執著在這裡的話 對方有可能已經開農了 但你自己還沒有農就會顯得很危險 你用強軍施打是可以 但是你要避免喔 對手直接蓋城堡 你就直接蓋了 因為你蓋城堡之後 投車就會很難去處理到TC喔 甚至城堡 那你不管出什麼兵喔 也很難要騷擾到對手的經濟喔 你出的兵就是白出了 所以是這個輕騎兵喔 長槍兵應該是還好 可以當防守單位沒什麼問題 好 這邊直接再招個一波 直接招了一隻村民 賺個50囉 這邊有點被挑釁的意味 所以黑拉有點 有點色色的發抖 雖然招到一村 但是也不敢直接硬上 這裡沒有為死喔 這就是我說的為死比較好的原因喔 有為死的話 就不會那麼容易 兩隻老頭直接送掉 可惜喔 好 那這三隻老頭應該也瞬間被砍掉 原青騎兵打老頭 只要兩刀就可以砍死 OK 三隻老頭原地倒光 那瑪莉這邊要準備出飛刀手了嗎 果然 飛刀手可以Counter 日本的長槍兵喔 下次改版喔 這個飛刀女獵手 菁英的血量會到了50滴血喔 那我記得好像 下次改變成45滴血吧 沒有金瑞獸 還是是40滴啊 有點忘記了 就血量有buff喔 不然他這個血量真的太少了 飛刀女獵手的血量 是比村民還要少的 這個是有點誇張的一件事情 村民還有40滴血 飛刀女獵手只有35滴血 我們就是 稍微武裝版的民兵的概念喔 有射程的民兵 好啊 傷害再比民兵多了7攻 這邊投了一下 快跑快跑 聖綠數量開始慢慢起來了 稍微抵抗一下 這邊工兵部分 就沒再繼續出了 下方這邊也不是 爭奪戰的重點了 因為後面已經挖穿了 後面就可以好好享受這些礦場資源 這邊居然還挖到石頭了 這邊HERA有個選擇 就是待會長槍兵再多爆一點 或是把這邊的田直接滴掉 然後直接蓋這個城堡 蓋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現在對於處理這些 廢刀女獵手是沒有辦法的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補下 這個奴兵喔 出奴兵 然後搭配擊兵的打法 會好一點 好 那這邊收村 沒有收 因為這邊在蓋城堡 想用第一時間來直接收 那這邊看城堡會蓋好 NC直接撤退 OK 這根城堡差這個位置其實還可以喔 並沒有太差 待會二級射點下去之後 這個箭塔應該也是可以射得到的 可以稍微反擊一下 OK 看來HERA並沒有放棄喔 通往下方這條道路的路線 這邊蓋下伐木場 好 好 那現在滿尷尬喔 對方這邊直接溜進來 長城堡開始追 飛刀女獵手持續輸出 欸這邊居然有個洞 這是他自己蓋的嗎 這裡怎麼會有洞被打破的 好 他是從這邊進來的 我以為他是從這邊繞進去的 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他自己打破這裡 OK 飛刀女獵手打建築物也是很快 因為他的這個單位傷害喔 是打建築物是正常的傷害 可以把他想像成是奇病的傷害就對了 那HERA這邊經濟真的非常好 已經點下了帝王十代了 帝王十代一好 待會巨型頭司機 就可以開拆對方城堡 那這邊如果要繼續守下的話 長城堡還是要繼續按著 那飛刀女獵手依舊是個難解肢體 這邊招了一波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能招到嗎 哇來不及招到 但是飛刀女獵手這邊的第一時間輸出 差點收掉一隻僧侶 現在目前黑亞的村民數量是89村領先 ACCM 59村喔 村民領先大約30村的數量 這個就是這張地圖的細節吧 我覺得 ACCM認為對手應該不會直接開農 但是其實他確實該開農 因為他真的打不進去 那為什麼ACCM不懂雲 是因為他現在覺得他強軍勢 很有優勢 應該要繼續把這個優勢給擴大下去 而且對方已知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自己有黃金 他就會覺得說自己黃金有的情況下 一定要再更加強勢一點 但殊不知黑亞早就已經在外面挖到 包黃金挖得很爽了 所以如果他知道後面可以走進去的話 他的這個女廢刀女獵手 應該是跟那個騎士喔 可能因為會直接跑到後方喔 直接衝到後方 鬧爆黑亞的經濟 但他應該是還不知道喔 這邊已經挖瘋了 所以他只能在這邊打這些房子喔 跟軍營 好 ACCM應該是要來這邊 蓋寶囉 果然 這裡拉村民出來 很明顯就是要來蓋城堡喔 那這邊有一隻騎士被招響掉 可惜飛刀女獵手打得很痛 還有一隻聖旅活了下來 哇 雖然這邊也是招到了一隻 飛刀女獵手 不是騎士有點尷尬 但這根城堡如果能見得起來的話 其實很傷阿 農田跟TC都可能被弄爆 而且後面還沒有圍起來 完蛋 這時候發現後面早就被開通了 趕快讀 來得及讀口嗎 來不及 走過來了 唉 飛刀女獵手來了 完蛋了 後方農田沒救了 直接搓爛 完蛋 這個 急兵 常常兵直接白給 這邊很多村人被打 這邊補下印刷技術 想要利用自己的僧侶射程 去阻止對手的進攻 反正不是轉出弓兵喔 如果說我就想要轉弓兵 但弓兵的話是需要時間去 堆積起來的 並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出弓兵喔 就可以有效壓制對手 那生旅的話 確實是個好辦法 但是要慢慢去招翔對手 騎士這邊直接往上追逐 這邊要來挖石頭 但殊不知後面騎士在追 黑拉的臭命術 開始有明顯的下降了 這根城堡可能快要守不住 第二台巨女投石機也出來了 黑拉的日本 還玩的算是蠻硬的 但後方這邊 農田沒辦法中 其實很傷啊 可以讓女獵手被招了一波 剩下兩隻而已 印刷技術點下 這個還蠻康的 還蠻康渴的感覺 直接康渴掉這些 飛刀女獵手 相當好用 勝率CD好了 可以再繼續往前 看到這兩隻還在那邊 丟房子菜刀 這個TC應該是不保了 應該是要爆了 城堡有很多人在修 但是這邊三巨頭 三巨頭能搞定一些 村民趕快拉走 這邊再招個一波 招著清奇兵 招著兵不好趕快回頭 直接招貨方的 飛到女獵手 OK招個一波 應該可以招個三到四隻左右 OK效果還不錯 那這個城堡解決掉了 就應該只會掉一波TC 不會掉到兩個 但這個有點危險喔 這個飛到女獵手 直接走過來 這三台巨頭直接爆開 哇不行拉 這個 這波有點太照鏡了 你看這個多痛 沒了 再來 沒了 再一台 有機會嗎 喔一滴 哇還是爆了 你城堡還沒有蓋好 就先投了 你就讓對方告訴他 你的巨頭 處於一個危險位置 你敢投 我就敢拿飛到手 去打你的巨頭 就這種概念 這個有點可惜 黑拉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這裡不應該等城堡好之前 就開投了 當然他是想要把這個巨頭的時間 最大化 就是讓他沒有任何休息時間 能做多少事情 就做多少事情 好黑拉這邊4TC也補下了 後方經濟也慢慢轉好 這邊也是喔 這邊也是大爆瓦一波 村民其實蠻多的 好黑拉還是想要從中間慢慢打回去的感覺 好巨頭司機重新再生產 瑪莉雖然是後期文明 但是現在還在城堡時代 她最強的時機是帝王時代 但這邊來不及上帝王時代 直接打錯了繼續 飛到女手出了很多 黑拉這邊有點算是逆轉勝的感覺 哇沒想到 我以為這場是瑪莉雷 結果是日本 哇 因為剛剛前期 黑拉完全在兩塊區域的村民都被收掉了 感覺看似非常絕望 甚至到斷金的程度 反正沒斷金的黑拉 到後方 迅速挖起黃金 導致自己經濟損失並沒有到非常誇張的地步 那ACCN本來這裡有黃金上的優勢喔 但這邊黃金也快挖完的感覺 反正黃金礦其實不多了 黃金礦只有下面這裡比較多 所以這邊有開TC 但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 我覺得也不是黃金的問題喔 是黑拉的策略還是好了一點喔 強攻之餘喔 沒有忘記要繼續能喔 就是給這所壓力之餘 還是要把自己的經濟搞好 才有後期喔 不然像ACCN這樣子 沒有開TC喔 TC開下去之後也沒有辦法一直按村民 因為這邊一直出這個飛刀女獵手的關係喔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落馬也是落魄騎士那些的關係 所以TC後面也很難補上喔 雖然他也可以在後面直接隨便補個地方喔 趕快開農起來也是可以的 但他可能覺得 黑拉這邊已經斷金的情況下喔 不會有太多的反擊能力喔 可能直接城堡石帶一波帶走 用這個飛刀女獵手 直接飛刀拆TC阿 或是拆爆他的全部的建築農田喔 都可以 想法比較單純一點喔 但沒有辦法 黑拉這邊 應對的速度還是蠻快的喔 相當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應該是 黑拉這邊稍微好一些喔 村民術畢竟領先蠻多的 石頭術馬力是多了一些些 但我覺得這邊也是個細節 因為ACCN一直覺得他可以再次冒失在打死對手 所以城堡那個石頭就一直挖 那石頭一直挖 就一直保推進去喔 那黑拉可能就會投降 那ACCN的思路是這樣子喔 並不是ACCN不會打這張地圖 只是他的決策來說 對他的視角裡喔 確實黑拉是斷金的沒錯 他左右兩邊地圖都拿到了這個黃金框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被黑拉設下來的埋伏 黑拉可能早就知道喔 他左右兩邊礦虛喔一定會失敗喔 所以村民在一開局喔 就在後面開始挖伐木了 這邊伐木然後插箭塔 好像是要給ACCN這個假象 告訴他對手 我很渴望這一區的黃金 所以我想要挖過去 然後還插了一個箭塔跟對方說 欸我要搶回來 好這種感覺喔 那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是黑拉這個心理博弈喔 打得非常不錯 讓對手有這個認知錯誤喔 所以讓這個ACCN誤判喔 對手其實是有黃金的 跟他想的不太一樣 最後還是黑拉拿下這場勝利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